吃火锅时发现一个很好看的女孩子 我的天哪 小姐你好 我能用这个肉换你们的菜吗 它这么好吃 可以吗 我跟你说我们这没有菜 好像没有点菜了 别找了吧 你就是我的菜 那我能坐这吗 可以吗 那我放这 你这个酱看起来挺好吃的 我能尝一下吗 我又尝一口 感觉你是不是忘加什么东西了 没有吧 肯定忘加什么了 忘加我微信了 加完微信后 我们聊了一晚上 我约了他第二天去森林公园 这时他到了 小心点 快把手给我 只是我们都有点小尴尬 要我帮你拍两张照片吧 感觉这里挺好看的 看一下我 好 你看一下拍怎么样 对了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考虑什么 就是做我女朋友呀 我还想再了解你一下 昨天不是聊了一晚上吗 还了解啥呢 因为我不是已经很久没有谈恋爱了吗 然后我谈恋爱都是跟着结婚处的 虽然我承认我对你也是有点口感的 但是是不是还有但是 对 我还有一个条件 你说 因为我是独身女嘛 然后我们家里面前让我找一个上门女婿 找个什么 上门女婿 你可以吗 我不可以 像啥呢 还上门女婿 因为昨天吧 走吧 我能告诉你 我也写独身纸爱 哈哈哈哈